编辑人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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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個禮拜天不在這邊 覺得好像很久了 沒看到大家 感謝我們可以一起奉主的名來聚會 這是恩典 特別我們今天要講的是不可殺人 我们觉得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情 应该是众所皆知 四海之内应该放之皆准 但是当我们明白不可杀人 事实上 它的含义是包括很多很多 那十戒缺失 或者说十个命令 它的含义 如果没有十个命令 来让我们更加明白神 祂是什么样的神 祂怎么样要我们在其中 来回应 被祂所造的人 事实上是需要祂的教导 当我们不按照祂的心意的时候 我们就看见 出各样的乱子 我们可以个人出问题 可以是家庭出问题 可以是整个国家 可以是国与国之间 整个世界 我们看到这样的乱象 其实都是因为 多少时候我们不愿意 回到这位造物主面前 来按照祂自己的心意来行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是要看到的 就是用从这边讲到 做了一个我用题目是 愿人行活人之路 不可杀人 其实不只是不可杀人 事实上神是愿意人行活人之路 而且这活人之路不是只是在世上 事上是包括永远的生命 所以世人他会用 他要行在神的这个活人之路 那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帮助我们去看 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恩典 在你我身上呢 也是愿意 当我们领受了 我们可以跟其他人来分享 那生命是神的祝福 那死人之死 不是神所喜悦的 神不是喜欢看我们 好像还猫抓到老鼠 想要就好好的跟他玩弄 当然不是 神他不喜悦 死人之死 那神事实上是愿意人 能够行活人之路 所以活人之路 在世上有很多 我们需要去学的 那更重要的是 怎么样能够将来 是继续行在活人之路 那对生命有不同的认知 事实上会带来不同的结果 因为如果我们看 生命只是一个意外 或者无奈 或者生命就是这么长 走一招就这么一招 那我们就有不一样的解释 不一样的回应 但是如果我们晓得 生命是从神他来的 而且是神所祝福里面 所造成的 那这带来 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心态 包括我们怎么样看 一些可能生下来 就有许多的不方便 有残障的 或者我们到一个年纪 已经老化到一个程度 可能我头脑都不清楚了 我们怎么看 其实对生命的看法太重要了 但是关键就是在于 如果生命是从神来的 还是生命不过是一个意外 或者不幸 那主耶稣他所成就的 他的救恩 怎么样能够阐释 什么是新活人之路 那当然生命是有坎坷 我们活到这个年纪应该都知道 即使你还年轻 但总是觉得有些不容易的地方嘛 是不是看到神 祂愿意我们行在活人之路 所以特别我们也有长辈们 面对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身体的难处 我们这次也有机会再去看一下下妈妈 她已经103岁 每天要起来都是很辛苦 但是她是有使命的 之前她说她曾经跟神求过 早早把她就接回去了 但是后来她明白 她不可以 因为神有使命 所以她是带着使命 她是对生命的看法就不一样 我想我们也是一样 那怎么样落实对生命的尊重 这在我们现在的社会议题里面 非常多 生命 因为我们看生命 不同的角度在看说 就引发许多不同的 这样的解读的时候带来的 甚至在各种的立法上面呢 就会离弃神 那样子的走向 所以我们 这是非常实际不过的 我们讲说实际是 已经是 这个落伍的思想了 一点都不是 因为它深深的影响 事实上我们人被神所造 神教导我们 按照他的真理来行 其实就是在他 愿意赐福的当中 来彰显 他是怎么样 因为神 但是当我们不愿意的 那我们就看到各样 很奇怪的 或者很悲惨的事 那这边诗篇116篇 第七节到第九节 还有十五节 我想请大家一起 我们来念 我的心啊 你要人归安乐 因为耶和华 用厚恩 带你 主啊 你救我的命 免了死亡 救我的眼 免了流泪 救我的脚 免了跌倒 我要在 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 在耶和华眼中 看圣民之死 极为宝贵 在耶和华眼中 看圣民之死 极为宝贵 因为对生死 这些看法是相关的 有时候对死觉得 好像 对生也不觉得 但是实际上 回到主的面前 我们来看 就像诗人 他不是很安稳的时候 写这一个诗篇的 不是 116篇 事实上他是好像 阴间的神所缠绕我 他是在许多的困难里面 但是他知道 他的心仍然能够 归于安乐 因为这位神是顾念他的 这位神是愿意 他能够行在活人之路的 他可以救他 他的眼 免得流泪 我们都会流泪了 有各样的事情 让我们难过 我们会跌倒 神帮我们扶起来 我们的生命 在这世上终于离开了一天 但是是不是就那样为止呢 还是神 他继续带领我们 走的是那活人之路 他看生命之死 极为宝贵 生命 他乃是神的祝福 所以从一开始 创世纪 其实就看得清楚 神说 水要多多自身 有生命的物 要有雀鸟 飞在水面之上 在空气之中 那神就造出 有各样的水族 还有这些飞鸟 那神看着是好 神就赐福给这一切 这些生命 包括这些动物 所造了一切 但是现在特别是 讲到这些生命 神就赐福 赐福给这一切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 照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 照男 照女 神就赐福给他们 赐福 就当父母 正常的父母 都愿意赐福给儿女 神照我们 就是赐福给我们 因为祂要我们 祂不是要我们 活得苦兮兮的 苦哈哈的 不是 但是当然 祂愿意我们活得 是能够按照 祂心意的当中 祂能够反映出 祂是怎么样一位神 神就赐福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生养众多 生命本身 就是神所愿意赐福的 生命不是 哎呀 因为这些人 实在没有教育 所以生很多 很多这个 哎呀 很头痛 世界人口越来越多 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不是了 人口现在是越来越少了 很多是晚不回来的 我们要按照自己的做法 跟神祂的吩咐 你就看到不一样的结果 要生养众多 这是神祂赐福里面 祂的应许 那诗人很清楚地描述 我们是怎么样受造 这诗篇139篇 我在母腹中 你已复辟我 我要争献你 因我受造 被分别出来 我们 其实我们的身体 成分 就是在 图里面 你可以找到 就是这些化学元素 但是被分别出来了 奇妙可畏 受造奇妙可畏 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新生知道的 我在暗中受造 在地的身处 被一针一线 精心绣出 那样的描述 一针一线 把你绣出来 把我绣出来 我们当中很多做妈妈的 请问你 你是怎么样把你的孩子 这样子把他 从受精软 然后慢慢的 孩子在你的腹中 就慢慢这样成长 请问你哪里有这个聪明智慧 把他造得这么好 神在做的 神在做的 一针一线的 把你精心的秀出 那时我的心体 并不像你隐藏 我未成形的体质 你的眼 早已看见 当我们是对生命 有这样的看法 我们就 比较容易去面对 即使我们生命 有各样的遭遇 好像让我们觉得 生命好像不值得活 或者是别人 对我们有各样的 不能 接纳的 或者 但是 我们不需要继续 继续在各方面来成长 成熟 但是当我们认为 生命不过是二 事实上我们要晓得 回到最基本的来看 神造我们 祂是愿意赐福的 而且祂是用心的 祂是刻意的 把你我造成 那当然我们也要明白 我们确实是活在 最所玷污的 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 所以 原本是在医院园 都完全美好的当中 我们晓得 不再是那样的状态 所以在堕落的世界 最所玷污 扭曲的 各样的当中呢 我们怀孕也不见得 都是很顺利 孩子生下来 也不见得都 所谓正常 那当然每个孩子 如果我们看到 他是神所造的 是神所造的 那么 你知道很多 有唐宿珍的父母 他们把孩子 辛苦地养大 很多人接受采访 都说他们是很 刚开始是觉得很难接受 怎么会生下这样的孩子 但是 日后回头一看 他们看到 孩子所带来 事实上是祝福 所以即使 罪事带来各样的扭曲 让我们博士 能够很完美的 来照预期的来成就 但是 神还在掌权 神还在掌权 而且他的心本来就是 是好的 是善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呢 他还是会给父母有各样的恩典 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都在学的 你怎么样去养育儿女 我们要愿意让神继续来介入带领 就像我们唱的诗歌提醒 主耶稣他是好牧人 圣灵也继续在帮助感动我们 在这些过程里面 神帮助我们能够成熟 更多的耐心 更多向主求爱 更多的聪明智慧 神是在当中继续在做事的 所以即使没有按照 我们神明所描述这样的理想 但是我们晓得 神明是神的祝福 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以为然 想说这有什么意义 生下来就是脑瘫 但我们要相信 我们也看过这样的见证 做父亲的说他儿子是脑瘫 但是他就是在当中呢 他就在学 他也体会到神的恩典 但是继续经历神的恩典 有没有意义呢 本身就是意义 因为他是凭着信在走的 这个孩子肯定也是神所悦纳的 虽然我们从人的智慧来讲 好像他什么样都不懂 神的作为是超过我们 所能够撤夺的 我也回到神面前 我们先认清楚 生命是从神来的 而且是神有祝福在当中的 那死人之死呢 非神所悦纳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讲到是不可杀人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讲到是不可杀人 那创世记第九章那边就提到了 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 无论是兽是人 我必讨他的罪 凡流人血的 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 因为神造人是造自己的形象造的 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 这边是挪亚他出了方舟之后 神告诉他 他告诉他一切的动物都可以吃 赏赐给他 给他们 之前是应该只是吃蔬菜 就够了 但是现在神把这些动物也给他 但是很清楚讲到 动物的血不可以吃 因为生命在血里面 所以事实上那边也都可以看到 神是要人也去尊重生命 即使动物的生命 而是让血的可以暂时代替人的赎罪 但这边我们很清楚看到是 如果不管是受试人 杀了一个人 伤了一个人 流人血 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 因为神造人是造自己的形象造的 造他的形象造的 所以你我为什么说 我们生命本身就有那个价值 意义 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 所以今天我们看世上各种的人 其实我们看不起 我们原本有 或者是 对不起 有这种偏见 stereotype 但是我们需要学 要被挑战 要被挑战 不是看到黑人说 哎呀这个是大行星变了 有时候听 会有这样的 我还听过的 对 或者 当然我们有时候有国仇加恨 但要学回到主的面前来看 这个种族没有错 曾经跟我们在历史上呢 有很多的这些血仇 但是对这个人本身呢 我们还是要看尊重 他就是神所造的 这些是我们需要被挑战的 很多时候很难跨越 因为可能你自己的家人 就受到这些伤害 但是怎么样回到神的面前 至少对生命本身是要尊重 按照神形象所造 我们是神的代表 所以当一个人被杀 等于是 这杀他的呢 是不尊重神 我们是神的代表 所以当一个人被杀 就像你的孩子 如果怎么样 事实上伤到你 所以很清楚就提到 凡流人血的 他的血 也必被人所流 那事实上有个很清楚的 一个条例 帮助我们去看 那这是很特别的一个 一段以色列民他们是怎么样 抱歉我看不清楚 在民宿记那边 他有个特别的记载 就是以色列民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之后 这是在还没有进入之前 神就吩咐教导他们 他们要分别几座城 要做为逃城 那这些城市归属于立位人的 一共有六座 那他做什么用途呢 就是说使误杀人的 可以逃到那里 因为在世上 确实有这些事发生 我们提到已经是不完全的 不理想的世界 所以有时候不是故意的 是误杀的 他又举了各样的例子 那砍树 这个斧头刚好 这个斧头就飞了 去把这个人打死了 那这样误杀人呢 可以逃到那里 然后在惠众面前要听审判 所以不是说你随便听信他 你是要惠众来审判 判断确实他是误杀的 那他就可以住在这个城里面 逃城里面 要住到什么时候呢 只等到受高者的大祭司死了 意思还是提到很清楚 杀了人命的 有代价要还 谁来还呢 这位大祭司死掉 这个本身就代表代替这个人 应当要偿还的这条命 无论谁雇杀人 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 把他雇杀人的杀了 如果是故意杀人的呢 凭几个人的口 所以不是一个人说了算数 要确实知道 他真的是故意杀人的 所以这边其实上 已经提到有关死刑的事情 我们刚刚提到 杀人的要被杀 一方面神是不喜悦 那死人之死 但死刑是需要的 在以色列他们的教导里面 很多的 就像这样的情况 因为为了是爱护其他人的生命 所以这个杀人故意杀人 当然也是一方面他是侮辱神 是抵挡神 他应当要被杀 所以你看到很清楚 故意的跟误杀的 所以我们现在的形式也是一样 看你是不是蓄意的 你已经想半天了 要怎么样策划能够杀最多人 你知道这个判刑肯定是更重的 当然现在很多情况是到一个地步 不可以有死刑 这是对生命的另一种错的解读 认为生命很重要 所以不可以有死刑 但事实上 如果知道生命是神所造的 我们是带着神的形象的 每一个是这样的价值的时候 那杀人的本身是最何等的大 故意杀人 就需要被杀 神他是想得很清楚 就是在他自己的选民 当他们不愿意按照他所教导的来活 最后也被掳 那么先知以西节那边 神就这么说 主耶和华说 恶人死亡 只是我喜悦的吗 不是喜悦他回头 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 主耶和华说 我不喜悦那死人 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 所以除非你是杀人需要被杀了 那还有机会回头的 神都是愿意我们回头 所以这些即使是被掳到外地去的 神还是透过先知在告诉他们 要回头了 要回头 神的心意不是要人死亡 不是他所喜悦的 那我想主耶稣他自己的历史非常清楚 让我们看到 当 当 拉撒路快死 那么 玛丽亚 玛大 两个姐姐不就是 求主赶快回去来依他吗 所以说他特别担言了 担言两天 他自己会变成 跟他因为他出现 那安危险 你会变成 举手 他说你cias抑制 他在新生里头 然后以前 馬大他其實算是很有信心的 他知道其中部分 那這邊講到 當主耶穌看到瑪利亞 看見他哭 並陪伴他的這些 有嘆也哭的時候 他就在靈裡面 他就是悲嘆氣憤 他不只是嘆息 事實上他是氣憤 又是很激動 他說你們把他放在哪兒 那他們就說清楚來看 那耶穌哭了 猶太人就說 你看這個人是愛 拿撒路 就是何等的肯切 但是其中也有些人說 他既然開了瞎著的眼睛 豈不能叫這人不死嗎 有些人不太 不知道是怎麼樣的心態 但是他們會說 豈不能叫這人不死嗎 所以看看到底 你還能夠做些什麼 你應該是一個 什麼病都可以治的 包括目前這個情況 那耶穌他又自己悲嘆氣憤 所以這不是很單純的 好像只是他哭泣 他來到伏墓前 那伏墓是個洞 有一塊石頭擋著 神不喜悅死人之死 我想在這邊描述的 表達的非常清楚 原本你我是不應該面對死亡的 我們願意按照神 所造的來活 生命樹是讓我們吃的 但是我們不願意按照神 所教導的來活 所以面對的 他當然可以讓這個人不死 當然可以 問題是他要付代價 他氣憤 他激動 死不應該在這兒 我們不應該有死的 但是就是這樣子當中 我們看到神他的心 就是因為不願意人所面對 好像就是死路一條 這個石頭擋在坟墓的洞口出不來 人自己沒辦法來克服跨越這一切 主耶穌需要到世上 所以我們所看到 神確實是 願意人能夠醒活人之路 他願意人醒活人之路 那彼得后書這邊提到 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 有人以為他是擔言 其實不是擔言 乃是寬容你們 不願有一人沉淪 乃願人人都悔改 因為人人都悔改 那當然我相信我們信主的人 當然曉得 我是在聖結公寓的神面前 我是有罪的 但是是在主耶穌的恩典裡面 我們得蒙赦免 但是如果還在尋求的 你對這信仰還不清楚的 你會想我是個罪人嗎 可能還有這樣的問題 那麼神的啟示 讓我們看到很清楚 他講到 罪是由一人入了世界 這一人是誰呢 亞當 亞當夏娃 一人亞當 亞當代表 世上所有的人 因為亞當跟夏娃 我們是從他們而來的 罪因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從罪來的 所以死就臨到眾人 因為眾人都犯了罪 我們要面對死 因為我們也都在罪內旅生的 我們也多少都是會享受在罪中之樂的 所以這邊很清楚提到是 主耶穌他答應他要再來 那這些使徒們他們其實也都在期待 什麼時候主你要再來 但是還沒來 那時候有人在笑嗎 為什麼不來 你說要來怎麼還不來 其實是 不是單言 那是寬容 因為神是願意人能夠行活人之路 這樣這最重要就是我們看到 神願意我們能夠得到 因這信靠他 我實實在告訴你們 那聽我話又信才我來者的 就有永生 不至於定罪 是已經出死入生了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那時候將到現在就睡了 死人要聽見神兒子的聲音 聽見的人就要活了 你們看他怎麼樣描述我們 信他 還有信他 拆他來的 就是信父神 就有永生 永生是永遠的生命 就是神來的生命 不是只是活到永永遠遠的這種生命 是由神來的生命 從上頭來的生命 這是不一樣的生命 你我現在有不一樣的生命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不是說主耶穌講話都不實在 所以現在要特別告訴我們 實實在在 這實實在在 實實在在 是不是要我們特別小心 聽他所說的是什麼 那時候將到現在就是 死人要聽見神兒子的聲音 所以他描述我們原本是死人的 原本是死人 但是靈裡面我們是死的 但奇妙的就是 當神祂的救恩臨到我們 聖靈讓我們的心可以 叫我們的耳朵能夠聽見 就像拉薩路 主耶穌叫他從墳墓裡出來 我們死人要聽見神兒子的聲音 就要活了 這是救恩的奧秘 怎麼會信耶穌呢 不是你我有什麼特別 就是祂要你 祂就是要你 當然祂要我們也是 當我們領受救恩 我們也有使命 但是祂講我們死人要聽見 神兒子的聲音 聽見人就要活了 我們原本 就是在那惡者的手下 主耶穌稱那個惡者 撒旦是從起初殺人的 他從起初殺人 因為他在引誘亞當夏娃 他們去違反 違背神 讓他們從靈裡面來講 原本神說你吃了日子 就必定死 所以我們是在亞當夏娃 以降 我們確實都是死在過犯當中 所以同樣在以弗爾書中那邊提到 是怎麼從比而且是跟 lumps 還喜歡一個絲 講得清楚嗎 我們死在過犯中的時候 他就叫我們活過來 这死人 神不喜悦死人之死 是包括这个死 灵里面的死 事实上那个更重要 所以他愿意我们是能够 与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 是得救是本乎恩 确实是恩典 因为今天不是我们 你活泼乱跳 你很可爱 所以给你恩典 让你可以活过来 不是的 我们都是死的 都是臭的 那上路已经放了四天 没什么可爱的 神就是要 就是要你 要我 那么看到最后的情况 那在启示论里面讲到 在城内街道当中 有一道生命水的河 生命 生命 生命水的河 明亮如水晶 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在河这边 那边有生命树 生命树 生命树 所以伊甸园里面生命树 这边启示录讲生命树 还有生命水 都是要给生命的 圣灵和新父父都说来 听见的人也该说来 口渴的人也当来 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还是继续在护照 如果你还没信靠这位 愿意为我们受死 又从死里复活 给我们那永远生命的这一位的话 来 愿意的话 当然死人怎么会听见呢 就是神让你有一个能够听见 而且你会回应说我愿意 那这是我们还可以看到 将来是怎么一幅画 但是现在呢 很清楚我们晓得 在我们常用约翰福音3章16节 那个17节你也看到 神那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入他的 信他的信入会更贴切 让我们明白 要在耶稣基督里面 信进去 在他里面 信入他的 不致灭亡反对永生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 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我们罪早就已经被定了 乃是要叫人 是人因他得救 所以 基督来到事上是让我们可以得救 从原本是已经被定罪的 那样的状态里面 我们都在罪虐当中被生下 不致灭亡反对永生呢 事实上是讲到将来不致灭亡 现在反而得到永远的生命 将来不致灭亡 现在就有永远的生命 那个永生 我们讲永生 不是我们很多时候不信主的 也说他永生了 他去永生了 因为我们也搞不清楚到底什么 什么永生 那个永生跟这个永生是不一样的 我们讲永生是永远的生命 这个是在这一次我们是从神来的生命 从上头而来的生命 不是只是永远 而是跟神有关系的 是不一样种类的生命 现在就有 所以你真心信靠 我们真心信靠就有这样的把握 所以主耶稣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那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他愿意我们行活人之路 不是喜悦那死人之死 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念 我的心啊 你要人归安乐 因为耶华用厚恩待你 主啊 你救我的命免了死亡 救我的眼免了流泪 救我的脚免了跌倒 我要在耶华面前行活人之路 在耶华眼中 看世民之死极为宝贵 当我们是对生命有这样的看法 我们应该有额外的帮助 来让我们面对 在生命里面所看到的这些挑战 包括我们现在有些年长的 我们都面对生命 身体的这些老化嘛 但是要晓得 他是用厚恩待我们 而且一定要行在活人之路 要行在活人之路 所以有把握的来过在世上的日子 就是在怎么难处呢 我们还是可以继续来走的 那我们现在 这就是我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 不可向该隐 所以看到人类的第一宗凶杀案 该隐 他是数那恶者的 看到吗 数那恶者的 是撒但 从起初是杀人的 杀了他的兄弟 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 你们晓得凡杀人的 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 那对我们已经信主的 这是一个提醒 如果心里面有哪一些 不能够世免的 甚至还仇恨的 那这主耶稣讲的 其实都讲过的 我心里如果还在怀恨 就像 虽然没有做出来 这就像谋杀一样 我想义怒跟怀恨 这可以是很大的差别 一般我们比较不会 做不到 所谓的义愤 像主耶稣也有义愤 那这边讲提醒的是 如果我们还是恨他的弟兄 就是杀人 所以你看到 他用彼此相爱跟杀人来比较 所以不只是说 我们不要去杀人 事实上我们要的是什么呢 是彼此相爱 所以这边我们看到 这个命令呢 绝对不是停在说不可杀人 那你我都不杀人的 那不只是这样 是要我们能够更进一步的看到是 怎么样能够人能够行在活人之地 这是神给我们救恩之后 祂愿意我们去做的 那我们 所以有关应用的部分呢 所以有关应用的部分呢 很多 最清楚的 中间的经历 除了 那我们 我也不za 就像是 二十多 把我们坏 他接杀人 先弓 需要時間來幫助我們去認知的 我自己也曉得我 出出信主 對墮胎這種也沒什麼概念 也不覺得這是什麼了不起 這樣生命真的是要回到 若是生命是神所造的 那我對生命就一定要尊重了 不是說這不過是我身體的一部分 我要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 除非我們回到神的面前 不然我們都是自己在做各樣的衡量 那如果我曉得生命是從神而來 那我就需要好好的在思想 神你要我怎麼樣來面對 自殺 我可以自殺嗎 可以請醫生幫忙協助自殺嗎 越來越流行 因為我們想給他尊嚴嘛 最後還有一些尊嚴 如果生命是從神而來的 神祂也看祂聖明之死極為寶貴 那不是要我們隨隨便便來面對這個生命生死的問題 所以我們說自殺 以前我一樣我不信主我也沒有概念 什麼自殺 這是我的生命嘛 我要自殺關你何事 但慢慢我們明白原來生命是從神來的 我就不可以說我要怎麼殺我自己 其實跟殺他人都是神他不願意看到 因為生命是要彰顯祂是怎麼樣一位神 所以事實上祂所造的這一切 我相信有些人都會有的 全力充滿祂的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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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著這些生命所彰顯出來的 是彰顯這位神 那特別是當我們是有各樣的 挑戰 那樣的生命 还是凭着信继续在走 这本身是一个 何等强有力的一个见证 神是活的 确实你是跟着他在走的 你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 在苟延残喘 不是 你是有目的的在活 可不可以自杀 可不可以请医生协助 医生当然不应该协助人 因为对生命的看法 这就是基本 这也是最近的 这几十年的事情 如果我们注意新闻 都可以看到 有很多 已经有好几个周 可能都快十个了 左右 可以有这些 所谓的医生的协助 来自杀 因为讲commit suicide 但是commit本身这个事实 可以是讲到罪犯的 你做了commit crime 犯罪 所以即使从原本 因为有基督信仰的教导 我们晓得 自杀是得罪的 那当然 可能你也听过 有些人这样教导 如果你自杀 那你大概是没有真正的救恩 我圣经里面也没有这么说 我相信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至少我们晓得 如果他清楚是信靠主的 可能带人的软弱到一个地步 他自杀 那我相信这位全知的神 他还是有勾用的怜悯 绝数他所成就的这一切 绝对是大过 那我相信自杀的人 不是要滥用神的恩典 所以如果 您自己也有这样的朋友 或甚至家人 有这样的经历呢 我相信你可以放心 如果他清楚是信主的 但是我们绝对不鼓励人自杀 自己全万不要想要自杀 因为生命确实是在神 他自己的掌管带领保守 里面要做神的见证 他是在神 Mr I can Suddenly soon 他在神也会有很多 宇宙宇宙宇宙 仅宇宙宇宙宇宙宇宇宙亩 不管是谁需要 他就去救 因为他所看到的是生命 那这是对的 对生命的尊重 安乐死 是安乐吗 我们把它翻得很好 美化了 安乐死 如果不信主 安乐死肯定不是到活人之地 安乐死 那就是对生命 到底生命的价值在哪 生命的意义在哪 如果我今天活不下了 我觉得这个太大的难处 我活不下了 我还是对神能够清楚明白 祂还是在我的生命里面 还在陪着我走 那会帮助我知道 我就是这样子活 本身就是在见证 不是每个人生下来都是正常 对 我们知道 那不正常的时候 你怎么样来见证 还是一样凭着信 有听过 有可能我跟你们说过 有这种白波拉 就是会两极的摇摆的 这样的一个 长期的 就是没办法 就是体质就是这样 白波拉 会高亢 也会很低迷 怎么办 那立志就是我不管怎么样 我高亢的时候也要做个敬钱的人 我低迷的时候我也要做个敬钱的人 我想这是很好的提醒 不管我是怎么样的情况 我想一样我们可以用 不管我是健康 我是生病 我要做个敬钱的 按照神心意的 凭着信来走的 我想这个会提醒 会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对生命的看法会影响太多了 因为我们是怎么看 所以包括受刑人 我们最近开始又能够重新恢复 到监狱去探访 是不是这些受刑人 他们生命就不值钱了 没有 一样 所以为什么有姐妹 他们特别热心 有这样的负担 去传福音 去探望他们 他一样是生命神所造的 一样是神愿意他们行在活人之地的 所以对生命的认知 他们在生命有些 但是我们就要生命 如果一个人 他会有人 甚至只要救人 他会有病 不要aches 但是我们是那些的 这些人 他会有病 怎么这些 这个愿意 我们不去治疗 我们回归祂的当中 其实从前面一直提 第一个命令 一直到现在第六个命令 每一样都是在提醒帮助我们 是要能够看到神祂看中生命 要讲我耶和华你的神 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祂看中我们 所以把我们从为奴之家 从罪的群世里面帮我们领出来 除了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神 因为当我们把别神来代替祂的时候 我们是走错路的 追逐错的方向 我们生命不会在神自己的祝福里面 所以神是愿意我们是行活人之路 祂有这些的命令 就是要我们能够跟随 在其中来看 祂怎么样子丰富的赏赐带领 安息日很重要 安息日 在主面前来守 神是要我们的爱 神的心信 神就是愿意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世上 能够蒙福的当中来见证 祂是这样一位神 是愿意赐福的神 神就是愿意我们的生命能够继续 所以当你还在面对有许多的难处 那我看到我们当中 好像有一些就是没有解决的出路 继续要带到主的面前 你要晓得那个生命是神所给的 所以你的孩子是神给的 神也会继续带领他 我们虽然好像现在你父母要去爱他 他也不接纳的当中呢 你要相信 神还是在用这样的爱 来向你的孩子在说话 那当然战争 现在我们还是要面对 在Ukraine那边的战争 神绝对不喜悦 那当然有什么情况需要战争 是有 我们叫做抑战 那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但重要的是 无论是死刑或者是抑战 都是为了让大部分的生命能够得到保全 所以还是从不可杀人的另外一面来看 就是讲到是要爱人 那异战绝对不是说你随便要怎么战打仗就可以了 不是 不是你要侵略那更绝对是不 绝对不是这一回事 那是你要需要 要 ну 再这个 有 等于 啊 这 我们 不用 rosoft 我们 不要 我们 我们 这是 有 所以有很多我们可以看 你怎么样来应用 我怎么样来应用 要记得我们在讲马太福音 主耶稣他就拿着七个饼 几条鱼注谢了 摆开不停的递给 不停的递给门徒 继续的递给门徒 门徒又不停的递给众人 那门徒又不停的递给众人 那门徒又不停的递给众人 这是一个持续的 持续的动作 一直在做 耶稣对他们说 愿你们平安 我父怎样差遣了我 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我想这是主他要我们去面对的 我们领受了救恩 他把他自己的身体破碎了 好让我们能够在父神的和好当中有份 那是在这样的里面 要我们继续来分 继续分 所以看看你在你自己的环境里面 你的关系当中 有什么是你可以 不是不只是不可杀人 而是你要怎么去彼此相爱 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需要自己去面对 那我们可以去思想 绝对不是一个 只是很简单 或是很负面来讲 不可杀人 那我当然知道 应该不可杀人 这愿意我们是看到神的心意 祂是愿意赐福的生命 祂不愿意死人之死 祂是愿意我们是行活人之路 所以求主自己来赐福各位 愿意我们都行在活人之路 也继续让主来用 有更多的人 也因着你我 他们行在活人之路 我的天 让你坐在怎么去 那么多的人 你能负责